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時間到跟這樣 太可愛了 2000年 2000年 辛勤日記 偷看者必遭天氣 2000年6月22日 今天是我的第一天 我發覺我那時候很喜歡烙的感覺 暗淡寂寞的一天 家人朋友都打電話跟我說 生日快樂 唯獨只有她 竟然換我的生意 因為那時候暗戀一個男生 我剛剛整理我的東西才發現 這個是在2000年的時候 我剛到台北唱歌 因為我那時候不太會說話 然後很自閉 我舅舅規定我要寫日記 她希望我可以訓練我的口條 邏輯 就是連這個都要頂著我 那艾琳以前 我都要鞭策她 她才會做這件事情 那現在她變成會有主動 那我覺得很感動 她必須要去認可自己 重新再回頭 因為她一直放多開 我爸爸媽媽那時候 還那麼年輕 偶像子女 舅舅寫給我的信 你看我可以寫嗎 我可以講 每天固定運動 睡前放鬆拍打肌肉 每天吃大量的水果 滴脂鮮奶 Water 適當的自我歌唱全面 發音選找不同的發音方式 因為以前艾琳進錄音 只要錄完 她就會給我聽 目前只有這一次 從她發第一張專輯 到第四張專輯 沒有先給我聽 那她也許想給我一些驚喜 我昨天聽到真的有驚喜 可以感受到她在說故事 那一真成有我就覺得 哇 我覺得好聽 然後聽了第二首還是好聽 第三首好聽 沒有像以前這個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昨天每一個都是第一名 每一首都是好歌 剛進這個圈子的時候 發片當心的 第一張專輯的時候 我記得 頭一個月我幾乎每天 就是要長得漂亮啊 要很瘦啊 不是只是 做唱歌這件事 然後那段期間其實我非常地 很快樂 很後悔的就是發片當歌手 那段期間 我覺得也讓我們很想哭 反正就是看我的日記才發現 快二十年前的自己 就是文筆真的很可愛 然後還有看到以前的信件啊 就覺得 就覺得自己現在真的長大了 這兩年我覺得 對她的領異事業的成長 是非常大的 她也是不斷地在沉澱自己 這個是我覺得 可以讓大家重新再認識 帶領 如果你看見的話 如果你發現的話 可以嗎